好 各位觀眾 接下來進行的 新海江八的比賽是由 魷魚閃電狼的Slam 劉彥晨選手 在畫面左邊的Slam 對上的是同樣來自於 魷魚閃電狼的 揮 遠景輝選手 看他們胸前多麼耀眼的 魷魚閃電狼的標誌 那他們要決定 誰是魷魚閃電狼一哥 這樣嗎 那黑絲表示 那黑絲 彥彥表示 他們現在要決定 誰是魷魚閃電狼的 張飛 而且現在魷魚閃電狼還有Slam 對 還有在上面 那完了他們只能爭 黃中和魏妍 他們此類跟灰都要爭一哥 我不能當諸葛亮嗎 智將 智將 你說他們智將 我叫智將 諸葛亮是智將 對 不行程當紙 好 第一張地圖呢 三加兩身之第一回合是由聯盟抽出來的 炎獸這張地圖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這個 1點鐘方向 這魷魚閃電狼的Slam 藍色 藍色的蟲族 再來到七點鐘方向 那這次一樣有一閃亮的 揮 夢玩破二揮 紅色 紅色的神族選手 好 這個Slam呢 10年 平原成選手 23歲 目前這一季 他目前是一勝一敗 那 都 一勝一敗 回合數呢 是兩勝兩敗 因為他那一敗呢 是輸給了台灣城王San 直落二輸 而他那一勝呢 是贏了 Python 蟒蛇 直落二獲勝 所以他剛好是 小回合數兩勝兩敗 那灰已經是 例行賽之後一場了 他前面是一勝三敗的成績 小回合數是 兩勝六敗 灰 灰 唯一贏了一場 就是贏了Python 兩邊都是贏過Python 對 那灰輸的三場 輸給了San San 跟Chu 都是 都是硬的 都是硬的 而且他都是 通通直落二敗 所以這兩位選手 到目前為止 被本季 每一場比賽就是 兩回合結束 不管贏或輸 這邊想要蓋主堡 也想蓋主堡 他發現 對方放了 也練場 他就先放了孵化池 我覺得這場很關鍵的原因 是因為你輸了就第五名 那輸了第五名 贏了就有機會 就是最起碼有第四名 那其實最關鍵就是 第四和第五就差 第五就是第一場就要出賽 對 那輸了就爆了 那如果第四 你還可以休息個一場 等人家打完了 就是 一場之後你再等上來 輸了就是B組 他們是B組的第五 對 其實輸了第五 其實就跟第六差不多 只是你遇到的對手 是另外一組的第六名 對 那其實打的場次都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場 如果能夠贏下來 對選手來講 還是來得比較輕鬆的 是 而且要決定誰是 友誼閃電郎的一哥 對 沒有 沒有這個寶座 決定誰是友誼閃電郎的黃鐘 好 不過現在應該還沒很多觀眾 對於上一回合AK跟劉柯能 跟柯能Suppie的這場比賽 回味無窮 對,沒錯 那到底AK是輸在哪 在那時候200滿人口護A 然後部隊也贏了也打上去了 對,其實我覺得這個關鍵很在於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一場 我覺得是一個典型的重打重的中後期的一個對決 因為非常在後期 遇到閃電郎已經沒有用了 對,太容易被定光死光了 所以都會做這種樣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兩邊在拉扯之間 結果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AK的框一直開不起來 對,四框一直開不起來 這真的太尷尬了 我想說原本框就比較晚 他想說好,我一次把四五框連開 結果連開四五框又連掉 對,然後開起來又掉 開起來又掉,他就又惱羞 只好往人家衝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大的一個因素 那其實當然SAPI的一個進攻的侵略性 也在有很大的一個因素 那最後雖然說我們看到最後 就是因為不斷的騷擾的SAPI 那邊家裡面感覺部隊量不夠多 然後再加上他剛好又轉兵 其實那邊SAPI做了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他在選擇騷擾的同時 他又選擇把自己的科技往上攀 那家裡面的部隊量一定就是不足 那地次又不夠多 其實如果他可以做得更好 應該要把地次補到十根 對,然後他再選擇轉兵 那不然他就不會那麼危險 那AK的真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控圖和守自己的事況 那一個真的做得太不到位了 太差太差 這個其實真的就是 從頭到尾就真的是 就是看他原本有一度優勢到 軍事到後來奇怪 怎麼礦局一直被打掉 然後只能惱羞往對方加衝 雙方在對決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你被打到 惱羞往對方加衝 因為通常那對方都已經在等你過來了 對啊,AK那個 你連下四五兩礦 你至少要守住一礦嘛 你結果又都沒守住 連掉 然後又很 很晚才發現人家的四礦 人家的四礦 已經是非常的繁榮了 對 後面經濟輸了 空圖完全沒有做到位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 我覺得是蠻大的一個問題 對,AK要多留心一下這一塊 因為從小時候後期一定是這樣子 對,後期 而且那個第二回合已經是 前面是第一回合的翻版了 好,Suppie已經都一樣出了 然後 AK跟上的是感染蟲有跟上的 對,感染蟲 那波都漂亮的守住 你真的守住了 可是再後面一扁 哇,又有落差出現 對,其實就是 剛剛也講到的就是後期 對,這就是很多選手的問題 就是後期 對,那當後期 就是沒有辦法打贏人家 其實那就很難 因為現在其實在比賽當中 大家越來越喜歡 把比賽拖到後期 唉唷,這邊灰開 這邊灰已經三框這麼早開 那這邊Slam發現 有沒有來進攻呢 灰是神族紅色的衣 他開了三框 這邊Slam以為對方要打一波 所以其實他的二本是 到現在還沒有提 那這樣如果發現了 他要不要現在直接抱一坨 蟑螂過來揍你 唉唷,看到了 對 不過狗樹沒提 那這樣的話 這個進攻是來的比較吃力一點 好 好 這個少量的狗 過來 過來鬧 好,我椎裂有三次 丟牠 水晶快要爆了 這個水晶沒掉… 對,他不再咬個兩口 有點可惜 應該可以咬掉 不過牠可能想留住自己的狗 沒有牠狗也沒留住 對啊 狗在四處逃竄 不小心 被嘴裂一直打 對…不小心死掉 牠應該去啃 再多啃個兩口 這樣子 好 如果灰… 因為是這張圖嗎 這個岩獸 我們說三礦開的一個三角形跟平行的 對…就是你可以去做決定的 那這邊的話 灰…因為以神柱來講的話 三角形的這個位置 可以利用石頭來做一個封堵 所以牠選擇了往這邊三角形的位置開 那邊有個石頭 對,那個有石頭 那個石頭打掉 牠就會變成一個天然的武器杖 對…砸下來 對… 落石症 對,你也可以不要把牠打掉 留一點點血 那對方一半的部隊過來的時候 你再把牠打掉 那就可以把對方 直接變成一個超大立場 把對方隔開 可以壓到… 對 但是讓你不要有失誤 因為… 對方全部上來了 你怎麼打掉 對方背水一戰把你打死這樣 對嗎 對,這樣的話就尷尬 所以… 有時候… 不過這邊的話 會是直接打掉 嗯… 不要冒險喔 對方全部上來 你就求求 還用不得人家退兵 我就想說我沒辦法退 我想退耶,沒辦法退 只好把你打死了,對不起 對… 學長,對不起 對喔,灰… 灰現在… 一順三半 灰上一個賽季 前面也跟大家提到過 也是B組第三喔 分組的第三名 但是最後跟AK一樣是 七、八名做收 對 也有25000塊錢的獎金 這一季,冠軍10萬 到底會不會留在分土選手的手上 對,史燃現在… 我真的比較好奇的是 史燃現在沒有開一下自己的試況 那感覺上他是打得比較… 這場是打得比較… 走的是百身 走的是百身 他想要抓對手 這邊的話,剛好灰最喜歡的就是不出巨像 對,他最喜歡不出巨像了 那這樣遇到百身就糗糗 所以這樣的話 史燃的偵察看一下很重要 講到灰不喜歡出巨像 我還想到他怎麼沒有母劍核心 這是神族 對,他應該… 他沒有出… 有,他有出,他只是藏在後面而已 有… 有母劍核心 他其實是有的 他一開始其實有出 因為看這個母劍核心的能量是夠的 其實是滿能量 還有它屍礦 真的要善用母劍核心 絕對要 這個母劍核心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冰狀 那麼好用 有了…跟過來了 對,然後直接頂上來 這個屍礦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不過因為有百身獸 那這個的話… 但是關鍵是它的屍礦 對… 我們來看這一波 不過基本上你找到百身獸 這一波我覺得要守並不難 因為百身獸的續戰力過強 不是過強,就是… 很強 只要沒有巨像 就沒有任何問題 對,百身獸… 百身獸是可以打個三小時的 對… 比較恐怖的三小時 奪命三小時 奪命三小時,百身獸加… 百身獸加飛馬… 泉水溝嗎 對,泉水溝 這是三小時的恐怖的 可以打一場三小時 想必展現還沒有經歷過 今天…不如今天 剛剛已經有一個三十四分鐘 三十五跟三十 那個我們講的是不同檔次 三十四跟三十五 差了六倍 對,完全是兩馬之四 好,現在…北邊 北邊已經開了四礦 對,那這邊的話 灰也開了四礦 我們看到這邊一個跳進來 真的跳得不錯 那這邊的話 要裏扣嗎還是… 沒有…他這邊要留 他應該是要趕快逃走 跳下來 跳下去 這邊,回家裡面再轉兵 那自己在轉兵的同時 看一下四礦 如果你這部隊都送光 你的四礦就會很危險 所以一定要留住 這邊水晶在這裡 從這邊傳兵過來 都是追獵 通通追獵,沒有其他的 那家裡面等一下應該是要轉 應該是要轉巨像 家裡面兩個 機械人就數了 還有一個機械製造廠 可以看到人家擺身瘦了 你不出巨像也不行吧 對,而且他家裡面 已經放了兩個機械製造廠 所以應該就是要大量出巨像的意思 也要應景一下 一定應景 一定要啦 因為機械王蟲 不是,巨像這個兵種遇到擺身 這是… 你如果沒有巨像 真的太難打了 因為你一定要有範圍傷害 那種免費兵種 最怕的就是你 好不然這波 他下一波就生出來了 人家具象掃一掃,掃光就好 對,都免洗的 哎呀,看到的是飛鋒了 對,看到飛鋒 兩邊接下來要看… 所以Slan想要在這邊搭帳篷睡覺 Slan這邊選擇了一個 算是很兇惡的一個配兵組成 感染配合飛鋒 再配合擺身 再配合大量的一個基本兵種 那這樣的話等一下會站上來講的話 對於Slan的操作是非常非常… 呃…非常非常難操作的啦 在我們配兵組成 能吃操作的喔 對,非常非常吃操作 並不好吃 很難啦 很難啦 那個難度比較高 這麼多的兵種 而且母法兵種是最難控 嗯… 出來巨像了 來掃這個擺身獸 放出來的免前的免洗的蝗蟲 好,直接跳走 不朽 等我 好,一直爬上來了 對,它的牛椎 它的生命也可以變長一點對不對 對,它是研發之後生命周期 因為周期會變長 這邊傳出人機要來空頭了 灰 神族來空頭 空頭 家裡面已經放下大量地勢 剛好這個太平點很關鍵 空頭都還可以傳兵 一層狂戰士過來打 可以…這個太平點 一定要在家裡面做好 這樣子的一個防護費喔 我都看笑著跟… 跟一些重學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都看笑著跟他們講 如果你打就是… 遇到那種hass 或是散那種選手 呃… 有在叮倒 對,沒叮倒 丟下去 傳出人間被叮住 傳出人間被叮住 這個很關鍵,再把它打掉 我跟你講過15分鐘 你一定要做 就是你一定要在家裡面 防止對手空頭 不然神族一定會在後期空頭 尤其是hass 真的是超愛空頭 hass hass 好,這邊來 引刀 四個引刀 穿披風的 他應該是有發現 有監察王蟲 對啊 監察王蟲 我們走了 有喔 監察王蟲 看到了 但是因為正面部隊壓過來 他所有的部隊往前拉 對 揮 他的百身獸沒有保住 這個球球 這個球球 這個真的是操作 對,這個沒有發現 現在沒有在轉雷獸 他是沒有辦法顧到 後面又被引刀砍 對 他這個百身獸死有點冤枉 因為自己的部隊都好裝 因為剛剛那個空頭 所以這個就是 主力部隊被吸走的關係 有了一個 他這個四隻引刀 不過那四隻引刀 好像也被射入走 那個飛蟲是要拉鋸巷的 對 定 定... 定他可以現身 定他 他是沒發現 笑... 死了 橄櫻蟲 從定引刀他就會現身 他會現身... 對... 不小心定到是不是 對,前面還是可以 有時候選手還是會發現 因為你發現有地方 而且有聲音 好,雷獸出來 卡住了 前面的接過 對,接光 好,雷獸過來 雷獸 又卡住了 前面的死胖子 接過一下 然後一步還胖… 雷獸 這邊趕快把它擠過去 但是他現在… 時電很危險 時電三框剛剛掉 這波趕快把它夾光 夾… 夾… 後面再補一些 對,後面再補… 追裂過來 對,然後這個雷獸… 雷獸… 雷獸不斷地在死 但是我們看到巨象 這邊也死得差不多了 兩邊再頂上來 這邊要反打 打到家人家門口了 打到家人家門口了 後退 這個… Slan這個還是比較… 這個還是比較傷的啦 因為這一波換完 Slan的公兵術 很明顯的是落後於對手 對 公兵術 75對50了 而且Slan 蟲竹掉了一個礦 也要去打人家一個礦 現在是神族四礦 蟲竹三礦 又被引刀砍 又被引刀砍 直接被砍爆 連取消都來不及 對,來不及取消 現在人口數161對138 神族還比較多了 對,現在這邊 接下來打所有的會戰 這Slan都是很難打 這讓會過得太開心了 然後這個三礦四礦 這種愜意的開發 就有個和白球執政官 對,真的誰受得了啊 這樣子 這種…我們看到會的經濟 從頭到尾 你看神族想轉什麼就轉什麼 這種你就… 蟲竹很難打 平常是蟲竹想轉什麼就轉什麼 對,那神族就會很難打 但是這種狀況就變成說 蟲竹的優勢就完全沒有了 反正是神族在那邊 佔據完全的一個主動權 會好像這場從來沒有被打 對 從來沒有被打 就是完全沒有事情 太平無事了 四個城鎮 真的 很順利的在發展四個礦區 好,拉過來 拉過來 拉過來 要不要定 要不要定 這個部隊量明顯得太少了 這個… 他拉過來又讓他走回去 因為部隊太少了 我們看到這邊過來 該從定 現在終於定了 但是已經維持一晚了 我們看到這邊實驗塔 GG 好,三戰兩勝至的第二回合比賽 由三個回合落敗的Slan選地圖 他選的是廢棄遼望戰這張地圖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的這個是1點鐘方向 那這裡有一閃電狼的Slan 是藍色後藍色的蟲組 再來到7點鐘方向 現在螢幕上看到這是 一樣是有一閃電狼的 紅色,紅色神組 那這是灰 玩玩泡泡輝 好…在… 畢竟他也是… 曾經是大哥 好的 沒錯 大哥 這場跟同門的 而且Slan 算是轉隊過來 他現在也是同門的 魷魚閃電狼 我真的剛剛看了一下 特別 魷魚閃電狼目前在這一季是 剛好五個人 五位選手 對 對 他們加善的話 是剛好五位選手 加善的話真的 五位選手 Slam 輝 然後是韓國選手 善 另外燕跟黑死 就是五虎將要真排名對不對 對 五虎將 其實當個馬超趙雲也不錯 對 當個馬 其實我個人還比較喜歡 黃宗 黃宗 馬超趙雲 關於張飛 五虎將 沒有馬超 是魏妍 我這個年代是魏妍 因為吞食天地 因為我們以前很喜歡玩的那個 裡面是魏妍 這是我們這個年代 可以吃包子的 對 可以吃包子 對 裡面有一關是打女人嘛 你最喜歡那一關就對了 沒有那一關 然後就是 在包子面前吃包子 他有雞腿 不要這樣 他有很多東西 對 年代的回憶 不要真料化就好了 對 魏跟Slam 那第一回合是魏獲勝 Slam一開始出了很多 感覺還滿絢麗的兵 對不對 百身獸、飛鞋 對 還講說這個 這個飛鞋主人看起來 這個操作結果 沒機會操作到就爆炸 很刺操作 又吃不下來 對 其實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我覺得他跟AK一模一樣的問題 太晚發現 他完全沒發現對方的釋況 導致灰的釋況開起來太愜意 對 神族的釋況太... 神族有釋況太強了 對 對於充足來說 就等於說 我們看他灰就是 打一打然後再轉 打一打再轉 想出什麼就出什麼 那他自己又沒有 16秒把自己的部隊保護好 我覺得就還滿可惜的 我覺得這 那個百身獸 對 百身獸送掉 對 也是一個關鍵 被對方的一個空頭射右走 那他引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引刀也在裡面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監察王蟲就這樣子 在大家的眾目睽睽之下 就不理引刀就走了 對 走了 剛好主要也是正面部隊就被... 正面那時候剛好就是被打過 正面已經敵軍來犯 對 那百恩獸... 對 百恩獸沒有保護好 他放在最前面超尷尬 部隊全部都拉走 他想說我慢慢出我的小蟲沒關係 結果誰知道對方已經停了 到臉上來了 好 來看這個回合 這個回合 藍色 藍色的蟲竹是... Slam Slam現在下了三礦 蟲竹的礦一定要比人家多 要比人家長 我覺得基本的控圖真的是... 不太懂 這基本的控圖怎麼會做不到 這基本的對方三礦四礦 放狗 放蟲 這對於蟲竹選手來說 這應該是... 真的是完全是基本中的基本 連續兩場我就覺得都... 翻這種錯誤輸掉 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真的就是... 就像是一開始過來看一下 那三礦你可能來不及數 你就算了 那四礦會放下去沒發現 這... 這就很奇怪啊 所以真的要是要多留意一下 對啊 不然以後就挑那個... 整個地圖裡面只有六個礦 再也...那蟲竹死定 蟲竹到開三礦自己開不出三... 自己開不出四礦 對囉 不然就蟲竹那邊有四個礦 這樣可以接手 你沒有辦法去偵查到那麼多礦區 你選一張只有六個礦區的圖 以後礦只要單礦 好啦 可以單礦互打算 也不用怕人家開了幾個礦 對 完全不需要有所謂的... 去...這個...空圖了 對 沒有營運的問題這樣 對啊 那也不行嘛 沒有 那個礦裡面放二十幾個水晶礦 再放大概八個瓦斯 我們以前那叫Ice Hunter 無限礦啦 躲在裡面可以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對 然後歸到兩百再出門 死光再歸兩百再出門 這樣一場絕對可以打個五六個小時 沒有問題 那乾脆也都不用挖啦 這個遊戲一開始就直接給你 三千金礦在那裡 對不對 對 完全就是看... 對啊 大家都是從無到有 然後開礦的程序嘛 對 那你這個遊戲就是要 你的礦車比別人開得多 然後不要讓人家開礦 那你要去怎麼做到這個目的 對 這就是自己要去思考 剛剛那是工兵不知道為什麼死掉 對 對 那是工兵不知道為什麼會 迷途的工兵跑到前線去 好 這邊的話 會又一樣超早開出自己的一個山礦 那... 這邊的話 就看施練要怎麼樣想 施練是升級自己的二本 好 他穩穩來 他們現在應該也是一塊練的吧 同隊的話 對 施練應該也... 蠻了解灰了 好 一化蟲往前奔跑 這樣是不是有麻煩效果 我看到了 先瞄一下 來 就知道來迎接他的是兩個 哨兵跟哨衛跟兩隻錐烈 就什麼都沒看到 馬上被趕走 那這邊一樣是選擇了閃線錐烈 這個... 這看起來是要抓一個timing 打一個二攻閃錐 這邊 因為感覺起來 我看一下工兵的數量 不到四十幾 看他要不要繼續 他之前採用了一個 揮之前採用了一個 開山礦 然後直接就是工兵沒有補滿 直接爆一波A音 那時候是遇上True在用的 那時候是輸掉的比賽 這回合看一下 砍掘牆好像又是同一個 對 沒錯 就是假開山礦 但是這一波等一下出去 是要你性命的 不能太偷喔 工兵補到了 1 2 3 4 5 6 6 所以這一招 揮的這一招 一定要弄到二攻 對 一定要弄到二攻 不過這也不是一波 因為他這個六隻 六個兵營 這是... 這是基本的一個潛壓 不過這個timing 算是滿早的就是 假的瘋狂戰機 出去看一下 對 看到兩個進化石在生 他會不會留意到呢 這一回合 不知道狐狸曼是什麼 要選擇是橄欄蟲 好喔 那這個橄欄蟲 有機會在斬追出來的時候 就直接把它釘起來 KO 所以灰已經有看到了 那他還要再追 再出 對 但是其實他不一定會 因為閃追你一定... 閃追是一個基本很有用的兵種 而且你看到橄欄蟲 你不一定... 你可能以為是百瘦 你也可能對方蘇盤三本出雷獸 對 所以其實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看下去 這個只能用拆的 因為你不可能點他 看他裡面在生什麼 對 除非你有先知不知道 我記得以前啊 之前有個計程師可以看他在幹嘛 結果雙方都下了自闊 對 然後這次發現了 對 這個很重要啊 這次有發現很關鍵 十年劉彥晨選手的自從過來了 對 手... 絕對是可以把這個施框先... 不過這邊刷了一點點 不然就出來 這個二空框先打狗這塊 我也要吃 真的去切豆腐 六隻狂然是殺了這麼多狗隻 是兩隻 對 你不會覺得這樣太強嗎 假如你憑良心說 你說拼硬霸嗎 你不要... 不要因為我的關係 你就憑良心講 六隻狂然是打大概二十幾塊三十 這樣剩四隻會不會有點太強 你老實講 我只希望寡婚鬼雷 鬼雷冷退時間變只有十秒好不好 我還可以蹲地蹲 都給你這樣 十個願望一隻滿足這樣 那我希望我的一花蟲可以飛 然後各自許願一下 第一隻當許願池 對 耶誕節快到了 可以耶誕老公公許願一下 好 這波壓過來了 這波應該不好受 這次在狂戰士來源 這次更多了 好 點掉 打完就走 對 打完就走 好 因為這個是濕況 打掉就可以 因為對方有部隊過來了 你也可以就是 再繼續打 只是這邊隨便選擇 打得穩健一點 因為他自己把濕況開出來 打成目的 而且自己也有濕況 保住主力的部隊先走 好 等一下又開了 這邊的話 灰 灰就是偷偷要控制 十二點的方向 這邊部隊往外面又賣了 再來 再來 如果要這樣子 你看剛剛清光 對啊 剛剛不就 會這樣怎麼了 那多了兩隻液化銅 不一樣 後面有補兵過來 這邊來不及控 對 這邊看一下正面 十二點鐘方向 還有在刷兵 但是這邊還是點掉 這個狗繞一下出去就好 繞一下 沒有用 這些狗 被關廁所了 不過還有工會很便宜算了 灰的立場放得及時 果凍合下去 對 這個 分開了耶 液化銅往上面衝 對 然後這邊要來 他這邊要正面 這邊壓過去的同時 他也要進去空投組礦 那這邊的話 對 九點鐘方向 狗過去了 狗過去了 那一點鐘方向也在被空投 所以這邊是多線 大家都在多線 對 兩邊都在打 我們的OB表示忙不過來了 忙不過來了 九點鐘這邊也是 這邊已經在打 我們看到 不過這邊的狗是拉回來做防守 守住 好 看起來應該是守住 九點鐘方 竹房被打掉了是不是 對 竹房被硬點 這個怎麼那麼晚 這是母艦核心沒帶走 這個 這個部隊這個死光太虧了 揮原本的三礦背好了 揮這個 偶爾這習慣不夠好 就是他的母艦核心沒有 就是沒有習慣跟著部隊做移動 他剛剛只要一個recall上去就好了 但因為他沒有recall 沒有母艦核心他沒辦法recall 走回來 走回來這個天高皇帝 那個主堡都爆了 那這邊已經在出雷獸了 好 這個 這一場反而換成 SLAIN擁有一個主動選 因為不斷的壓制了對手 四光甚至把三光打掉 那現在這邊會要反擊 對 SLAIN已經是200滿人口了 揮人口數156 對 這個又毒爆又雷獸的 這個部隊傷害很足 來了 雷獸下來 就兩隻 衝了 上面還有 這邊我們來看 要落跑了… 好 報告… 還有一隻 誰搭到… 這個… 這隻就去掉 我又不是凱莉根 被放生 被放生了 哭哭 對 好 這邊一個雙線 這個主堡也要掉 這個雙線 這個不小心 一個女扣回去 那下面的一個四光是好的 但是… 關鍵還是這個三光始終不掉 這是辦法射過來的 好 正面的部隊我們看到 這個有夠多 有夠多 這個雷獸滾 部隊壓過來 追列在後面 協助做一個速度定住 定住 就像沒有…沒有不朽 這個沒有不朽 沒有辦法守啊 我們看到這個部隊壓過來 超威 對 雷獸這邊 他很硬啊 對 雷獸夾著夾著 差了70 不過這邊稍微往後拉了一點點 看起來血量出來 補了一下 繼續打 丟了兩顆彈出來 幫後蟲打這個母艦核心 母艦核心爆了 那現在 SLAIN要繼續的 補一花蟲過來 一花蟲跑得比較快 直接直奔 所以是直奔 然後把這邊繞過來 這邊看他要打什麼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這個部隊量 現在 這個灰也不太敢過來 不過上面在空頭 點掉 所以現在就要點足包 那這邊灰直接打了 直接打了GG 所以 這兩位選手過去都是 直接打兩場 今天要打第三回合 好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選擇地圖是貝爾11機 這場 這一個回合將決定 因為這一個 落敗就會變成B組第五名了 對 還滿重要的一場比賽 其實這個順位排序也是有差 雖然說六位選手都可以打季後3 對 但是風險是不一樣的 對 沒錯 這個你可以看著人家打 你準備的時間也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是灰 對 遠景輝選手 他選的貝爾11機這張地圖 我們現在一部上看到 這個是11點鐘方向 那就是有一閃電 然後SLED 是藍色藍色的重組 再來五點鐘的方向 現在一部上看到這個是一樣 有一閃電 然後灰漫暴灰 是紅色 紅色的神族選手 所以在每一個分組的預賽 需要一定要到前三 才不會 才可以避免 完全避免去打成這樣 對 前三就完全避免掉了 那 對 那第 第四名還有風險 對 第四名 就是等下面的兩個打 因為五六名 五六名之間的對決就是 輸了就一定就是升降賽 贏了還要再上去 再贏第四名你才能夠避開 對 因為12個選手要淘汰 就不是說 就是要有四個去打升這樣 對 沒錯 所以還是要拚到分組前三名 至少第三名才可以完全避免 下一季不用打升降賽 好 那 在上一個回合咧 上一個回合真的感覺 灰好像 母艦核心沒有去叫回來那一下 我覺得沒有救到自己的山況 我覺得這也是 滿大的一個失誤 我覺得灰的一個習慣 這之前也聊過 我覺得灰的母艦核心 太長跟部隊突然 他太喜歡把母艦核心放在 某些地方 然後跟部隊不一起走 其實母艦核心在某些時候 是可以不用放在 就是不用跟部隊一起走 但是其實在 部隊明明就在自己家附近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你就帶著母艦核心一直走 都沒關係的 而且因為對方是蟲族 蟲族也不會空投 也不會什麼 母艦核心放家裡沒有用 因為不像人類還會空投 所以其實那個沒有帶著 然後導致自己的 四礦一直被騷擾 三礦還在 四礦被騷擾就算了 然後三礦還因為四礦被騷擾的時候 步隊往下走一點 然後狗穿進去三礦把主堡點了 對 其實這種事物就很麻煩 因為現在都有母艦核心 這種高科技的東西 高科技 我們這種高科技 德國最新科技 可以瑞寇直接回到家裡 那邊用爬的 對 爬到一半主堡爆了 這也不能怪誰 因為就是你有空有科技在那邊 你就不懂得使用 你已經可以播手機了 你還用飛歌傳輸 對 這種一定來不及的 所以其實這種 這種也是滿可惜的 因為其實剛剛到那邊為止 其實我都覺得是軍事 雙方也只是看後面的一個轉兵 來進行最後的一個對決這樣 但是你三礦掉了 瞬間你那經濟就崩盤了 不過講到空頭 蟲竹 之前不是還有那個嗎 可以再讀報去炸的 有...但是現在已經很少見了 對 現在其實 不流行這個 不流行 因為蟲的移動速度太慢 對 那你讓蟲竹去空頭 有一個風險是被抓到 你就卡一口 卡到死 對 所以其實 就是現在比較少見 以前其實偶爾還是有 但是現在其實 再用起來 上面來講沒有來得這麼順暢 是喔 對 以前還形容那是轟炸機 在毒爆去炸 空頭去炸 對 我寧願選擇用蟲之地網 看能不能有一點機會 那空頭現在真的是 但是很少有機會 除非現在 蟲的移動速度 跟煎草蟲一樣快 但是這樣的話 就有點太強了 對 那你身為清朝蟲王的願望 你耶誕節願望 你需要蟲移動速度 跟煎草蟲一樣快 還是一化蟲會飛 真是令人難以救的 只是二選一 希望展元跟我一起過耶誕節 這樣可以嗎 不行 我說這兩項 如果只能選一個的話 一化蟲會飛起來 好像比較厲害 一化蟲會飛比較厲害 好 那我打電話給那個 大圍巾 沒有 其實我一直很期待他們 例如說之前有園園節那種活動 一天然後有那種很特別的就是 大家給一些願望 然後大家就去做一些 例如說那一天 狂暗示變得跟雷獸一樣強 之前他們有做過類似的 是什麼東西變什麼東西這樣 那天看起來像什麼東西 我剛剛講 我這樣講好像很抽象 因為我自己也忘了在講什麼 完全是抽象到一個不行 有蟲長得跟雷獸一樣 有蟲長得跟雷獸一樣 不然說我部長跟雷獸一樣 然後去壓力感覺很大 點一下攻擊力5 協量40 是工兵變的 我覺得這樣感覺還滿煞氣的 但這樣子你要立場怎麼割 假的不能踩 對 知道真的可以踩 這樣感覺很困難 然後神族就所有兵兵不雄 感覺很糟 不行雷獸太大隻了 通通塞到你礦區就夠了 就塞滿了也不用殺你的工兵 我本來這隻王蟲跑掉 我都不理這隻王蟲 這隻王蟲拚了命的逃走 就剩死滴血跑掉 等一下稍微帶一下 另外一隻 好 就這一隻 對 這隻 對 這隻 你馬上直接開始 有了 他跑掉了 對 這個回合可是決戰的一回合喔 對 好 這隻 這隻應該是時間 好 我們再看一下 那這樣的話 會看一下這個山礦 好 好 反正這個蟲下的這山礦 開了一點點都非常非常早 所以他不怕人家就打過來 那其實 前面兩回合也是 可是時間就沒有說 趁這個時機點去進攻 其實看你的timing 你也可以選擇就是抱一波 我也看過有選手 是抱一大群的蟑螂 A過來讓你就是生活無法自理 直接打死的也是有 對 但是這邊 因為現在母親和親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蟲子選擇 因為其實 神助就有找開三框 當然對於神助的營運是很好的 但是對於蟲子來講 有個優勢就是 蟲子其實很怕神助會那種打一波 打一波 對 那你不太敢補公兵 那你這時候開到他開三框 公兵直接壓到滿 對 那其實那種狀況底下 你在補公兵上來講 其實對於蟲子來講 他也是 相較之下 他也可以讓自己的公兵 補得來得更為順順 他也是有不同的因應方式 對 對 但我就前面就想說 這兩個都是由於想電狼的 也許快練習了 那應該很了 這個蟲子前面各種偷 對 可是Slam在前兩回合都沒有 第一時間就 對 都沒有打 對 就讓蟲三框開爽爽 對 這邊來到了9BG 這個是打 這個9BG閃爽 這個9BG有點多 這個看起來是要 是想要一波打死了 現在開始加速 沒有看到嗎 看到三個 對 看到 現在看到裡面不到 因為現在二本已經好了 只是要不要變 煎草龍進去看 AK現在這邊家裡面的公兵 四框開起來 公兵補到72 AK已經離開了 Slam Slam 你可以已經 不好意思 我還在 在床上 還沒有回到宿舍 應該沒有這麼快 沒那麼快 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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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m感覺 有感覺到對方想幹嘛 他下了兩根地磁 兩根 對 他下了兩根地磁 兩根夠嗎 稍微拖一下時間 兩根就是總理沒有好 是啦 兩根還可以當筷子 一根還沒有辦法當筷子 一根當叉子 一根當竹籤而已 對... 一根可以當竹籤 不是叉子 兩根比較... 對啦 你可以當筷子用 對 所以像我剛剛看到 Slam一下下六根 那不一樣嗎 沒有不一樣 六根是他確定 對方要A過來了 對 那這個是你不知道 對方是不是要A過來了 你只是... 應該還沒有偵查到 這邊發現了 對方過來了 這邊要怎麼打 這一波A過來了 下面 我們要大量的狗 狗在後面 要用包著 兩根筷子之下都不見了 明顯就掉了 鋪得牙過來 狗 這邊狗,狗不拉 這邊拉 狗其實有點穩固 不過還有後面 獨包… 獨包… 獨包過來 所以你發現突然失敗 直接跑掉 Slam真的有手 對,Slam有發現他的意圖 我覺得這個Slam這回合 是有發現對手的意圖 這個戰術 完全是抓到了對手的這個態度 好,現在要反打一波 這麼多獨包 要一波滾… 要一波滾進去 十六枚 對 十六顆獨包 會在這邊放立場 其實他就等於… 因為他等一下會直接滾 反正他沒有立場 這樣這一波進來要直接滾 這一個破門 破門 直接 直接 這完全是看到什麼炸什麼 滾到臉上 在你們眼上變獨包 這個好嘲諷 回答了GG 所以三戰兩勝出的比賽 是由Slam 獲得了比賽的勝利 Slam說我是 是由於閃電狼的一哥 一哥 你要封他 今天是 你要封他未言 你知道嗎 馬超比較帥 好 那這個 灰就是確定是在這個… B組的是第五名 好 至於呢 在下個禮拜六十二月十四號 未來娛樂台晚上的八點鐘 為您現場直播 跑跑卡 電視的部分呢 還是B組的賽事 SA方 還是G隊熊 對上的是 友誼閃電狼喔 特別呢 我們有一個電競特區的單元 會有如實戰績的表演賽 林采緹 也就是我們電玩快打節目的女主持人 對上的是Sophie Sophie 人家喬椅子 好…下個禮拜又可以知道了 我又不是包子 另外還有 新海真八二 HES隊DS 時代對上True 下個禮拜天 12月15號禮拜天 晚上的八點鐘 為了娛樂台現場直播 電視聯賽 跑跑卡鈴車 還是B組的賽事 SA方 是G隊熊 對上華爾斯巴德 如實戰績的表演賽呢 是Toys 對上的是童神 新海真八二則是由 San對上True 好看喔 還有HES對上Sophie 所以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賽事 也歡迎觀眾朋友呢 能夠實實地來鎖定啦 是 那我們今晚轉播到這邊 要完全地告一個段落 非常謝謝我們的賽事講評 各位 謝謝大家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戰語言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